农历七月半,又称谓中元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节日,它不仅是对祖先的纪念,也是对亡魂的祭奠。 在这个时期,根据中国传统命理学,生消暑狗的人将迎来财富的高峰,财运亨通,横财降临,生活中的财富和物质条件将得到显著提升。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农历七月半期间,属狗的人的财运公位可能会受到极星的照耀,使得财源广进,财富的增长速度加快。 在五行中,狗属土,而农历七月半时节,正值金旺土相生的时期,金能够生土,这意味着属狗的人在这个时期能够得到来自于金运的助力,从而使得财运更加旺盛。 此外,土又能够生金,这也预示着属狗的人在这个时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进一步扩大财富。 在这个时期,属狗的人不仅财运亨通,而且还可能遇到许多良机,这些良机可能来自于工作、投资或者其他商业活动。 他们的决策能力将得到提升,能够准确把握市场的脉搏,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此外,属狗的人在这个时期还可能得到贵人的相助,这些贵人可能是他们的同事、朋友或者商业伙伴,他们的出现将为属狗的人带来更多的财富机会。 在生活方面,属狗的人在农历七月半期间不仅财运亨通,而且还可能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和满足感。 他们的物质条件将得到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将得到提升。 他们可以通过旅行购买自己喜爱的物品或者进行其他形式的消费来享受生活。 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可能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得到提升,从而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随着农历七月半的脚步渐行渐渐,身价千万的属狗人们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富高峰。 在这个特殊的时节,横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降临,属狗人的财运将呈现出极为亨通的态势,不仅钱财源源不断,更能享受到不愁钱花的美好生活。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属狗人在农历七月半这段时间的运势可谓是得天独厚。 在十二生肖中,狗代表着忠诚、勤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些品质恰恰也是成功的基石。 在七月半这个灵气旺盛的时刻,属狗人的这些优秀品只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和回报。 首先,属狗人在事业上将迎来重大的突破。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一直默默耕耘,勤奋努力,为的就是能够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 而在农历七月半,他们的努力终将得到回报,不仅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广阔的发展平台,还有可能因此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其次,在财运方面,属狗人更是如鱼得水。 在这个特殊的时节,他们仿佛得到了财神的眷顾,不仅正财收入稳步增长,偏财运也异常旺盛。 无论是投资理财,还是经营副业,属狗人都能够轻松转地盆满钵满,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感。 此外,属狗人在农历七月半的人际关系也将呈现出和邪荣恰的氛围。 他们一直以来都已诚信待人,与人为善,因此在这个时刻,他们的身边将聚集起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这些人的出现,不仅能够为属狗人的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更能够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除了事业和财运的双丰收之外,属狗人在农历七月半的感情生活也将呈现出美满幸福的景象。 对于单身的属狗人而言,这个时刻将是他们脱单的最佳时机,有机会遇到心仪的对象并开启一段美好的感情旅程。 而对于已婚的属狗人来说,他们将与伴侣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共同创造出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综上所述,农历七月半对于属狗人而言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刻。 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他们将迎来事业、财运和感情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 因此,身未属狗人的你,不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相信你一定能够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创造出更加灿烂的辉煌。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漫画家朱德庸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荒谬的,人如果不能认清这个现实,会让自己很不快乐。 现代人要担心的是盲目追求所造成的迷失。 在这番话中,我们可以提取三个要点。 首先,世界是荒谬且充满矛盾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没办法,人是群居的生物,这就注定了你我只能身不由己。 其次,绝大多数人往往都认不清这世间的现实。 之所以认不清,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太强了,以至于自己被一夜障目。 第三,现代人活得过分盲目了,不仅分不清自己的人生走向,还找不到自己的快乐。 结果,无外乎是自己迷失在茫然当中罢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且身心俱疲的世界。 所有人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同时,也很难过好这一生。 人活一世,不要让自己的人生越活越没有价值。 你终究会明白,世界是荒谬的,普通人再有本事,也逃不过这几个宿命。 宿命一,焦虑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朱德庸先生认为,我们未来的社会会有10%的老板和90%的员工,以及100%的神经病。 这,其实就是一种矛盾。 如果说员工会变得神经兮兮,那还可以理解。 可为什么连老板都会变得神经起来呢? 要知道,员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养家。 工薪阶层本就活得卑微,那他们只会让焦虑束缚自己的人生。 如果工薪阶层还背负着房贷和车贷,或者养了两个级以上的孩子,相信这些人会越活越痛苦,根本不知道未来在何方。 而老板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及算计员工,让他们做更多的事,让自己给付出更少的成本。 于是乎,贪婪的一面就出现了。 一方想付出更少的成本,而另一方想赚到更多的工资。 于是乎,这矛盾,这焦虑,这利器,就会从我们的身上逐渐蔓延开来。 宿命二,在苍凉的世道中感受人生。 朱德庸先生说过,地球越来越暖化,人心却越来越冷漠。 地球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好,而人心也随着地球的变化,变得愈发苍凉冷漠起来。 充满轨迹的世道,在搭配上苍凉的人心,还真的是绝配。 从我们混迹在江湖中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就是这充满了冰冷感的生活。 人性无情,人心良薄,根本没有温情可言。 我们总希望拥有二三知己,到头来才发现,所谓的二三知己,根本不会成为现实。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又有谁会把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呢? 有句话说得很好,你我都在苍白的世界里面,燃烧着那一颗火热的心。 一旦那颗心冷漠下来了,一切就变得暗淡了。 从以往的邻里和谐,到如今的相互敌视。 从以往的互帮互助,到如今的道德绑架。 这,不都是人性危机的体现吗? 只能说,在苍凉的世道中,要好好保重自己,千万不能迷失了方向。 宿命三,人生,北单一,商业化。 朱德庸先生说过,每个人长大以后,肩膀上都背负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不可遇见的幸福拼斗着。 但所谓的幸福,却早被商业稀释单一化了。 这是一个,只有人叫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 你我的人生,貌似真的就一眼望到头了。 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结婚生子,中年危机,逐渐老去,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像这样的人生,真的有意义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所有的答案都是趋同的,那就是我们都为了不可遇见的幸福而奋斗,人生只有商业化的成功。 其实,人活到最后,不过是一场空而已。 什么房子,什么车子,终究有化为尘埃的那一天。 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让自己的人生摆脱单一,逐渐变得多姿多才起来。 宿命四,欲望熏天,毫不满足。 朱德庸先生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够的时代,一部手机不够,一份薪水不够,一位情人不够,一辆车子不够,一栋房子不够,我们对外面的世界过度需求,对每天的自己过度使用。 有些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人活得太贪心呢? 还是人无法摆脱预念呢? 其实,活得太贪心,这是人性的常态。 而欲念滔天,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人类永远都不会满足,所以就会活得不幸福。 得到了十万,又想要一百万。 得到了一百万,又想要一千万。 如此循环往复下去,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无数的忧愁而已。 人活一世,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那就可以了。 其余的事,其实差不多就好,没必要过分纠结。 人生,别不满足,经历一场,就是最大的财富了。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 谢谢大家。